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渴起床 想喝水 我就看见他在打字聊天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就偷偷走过去 他看见我的第一个反正就很吃惊 然后啪就把他的那个电脑关上了 我说你其实在跟谁聊天 他说是一个技术上的朋友 然后他就把那个头像给我看了一眼 是男生的头像 但是没过几天 我提早下班了 我看见他的那个QQ的那个头像 再一闪一闪 一看正好是前几天说的那个网友 就是有一些我觉得不堪入目的话 什么话 类似 类似就是比如说 亲爱的 你在吗 然后说天气冷了 要多穿衣服 还有一个说什么 摸摸答 就是现在网络很流行的那个表情 还有那个字 对于我来说我接受不了 然后我就觉得 跟一个男生聊得这么火热 我说是不是精神方面有偏向的问题 还是 你们俩住在一块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吗 是啊 因为毕竟 那就没有问题啊 不是 他自从聊完天以后 就在客厅住了 不跟我住了 那你干嘛跑这来告白 我特别想见见他那个网友 他说我都没见过呢 认识时间不太长 这只是个男的 说你 愿意把他的生活过好的话 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我想他的男朋友应该今天不会来 即使那个网友真的是男人的话 他当然必须不能来 如果是女的话 那既然都被拆穿了 他何必要来这边接受大家的审判呢 不管怎么样 逃避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在这个平台说清楚的话 我还是会告诉他 我很爱他 两年前 小妍勇敢地放下工作和家庭 从北京去到辽民 与男友欣勇开始恋情 本来奔向幸福婚姻的爱情 却因为不明男女身份网友的出现 日渐纠结 对于欣勇给出的男友为男性朋友的答案 小妍始终觉得恋恋隐情 在爱情遭遇考验后 小妍希望网友本人能出现 并弥合他与男友已经产生裂缝的感情 那么今天 男友先有和不明身份的网友 会来到现场接受小妍的告白吗 接下来我们开门吧 看看他来不来 行不行 来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不来你怎么办 如果我的男朋友不来 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更有问题 那我就下了台以后好好考虑我们的感情 如果今天来的不是你的男友 而是那个网友直接出现 那我首先第一点感谢他赶来这个舞台 赶来想明白这个事情的缘由 这是他应该做的 我也会谢谢他 如果他是个女的呢 而且真有感情呢 如果他是真心喜欢那个女生的话 我会祝福他们 你就真能做到这么豁达的一份祝福 我从来不喜欢强求别人的感情 我觉得强有的话不甜 如果他选择背叛我或离开我的话 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留恋他 好 准备好了吗 五四三二一 好我叫小星 小星 今年二十五岁来自辽民 你今天来干嘛 我就是想承证一下事实 还自己的情报 晚上跟谁聊 就是一个朋友 什么样的 之前公司交给我一个案 但是关于设计这一块 并不是很普通 所以我添加了一个工作群 然后再许你喊一声 我说如果谁愿意帮忙 我可以加一下 就这样我认识了 曾在这位朋友 然后我们在别的爱好方面 如果很多相同 所以关于就比较好 是这样 就是说至宗道合了 对对对 是至宗道合 还是情投意合 就是简单的 就是爱好 你那是个男人 还是个女人 他是一个哥本 一个男的 怎么可能 深夜聊这么来 怎么是男的呀 我都跟你说很合适 那就是个男的 男的聊成那样 你那么恶心的话都说 你知道我女朋友 最好 有男啊 你们见过面 没有 从来没有见过面 打过电话 没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是男的 因为我从这么长时间 聊他方式 性格分析里边 而且他在说话一些语气 我觉得他最应该是男的 你觉得我信吗 你俩聊了午夜情话 你也会跟那个说似的 我觉得你们女人有女闺蜜 我们男人应该有男闺蜜 男闺蜜男闺蜜 会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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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你看我穿的这个 那个脸比我都 就是天天敷面膜敷的 那敷面膜是怎么了 每个人都有保养的权利啊 你为什么不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已经解释了很多 你让他过来了 你就让这个网友出来 你要想怎么选拨 那是你的事 但你还我一个心 我不想跟人 就傻的是在这儿 耍着玩好吗 因为一个好哥们 自己跟女朋友吵成这样 你索性为什么 你把他拉出来 吃个坏 摇摇摻摻摻 摻摻就全明白了吗 你干嘛一直要喘出去呢 因为我觉得 我怕我的朋友会误会 觉得我女朋友小心点 我觉得因为这点事 放大了不值 那到底是朋友重要 还是女朋友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从不同的性质上 可以区分 那我问你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能从明天开始 不跟那个人聊吗 我觉得应该 没有这个必要吧 老师 我也不会离开他 我也不会丢下我的朋友 那我现在 从语言上判断一下 我是做心理学的 我可以告诉你 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你回答得很快 他是个男的 是个女的吗 不是 他是个男的吗 是 你这么快的回答 就告诉了我 你在撒谎 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你回答所有的问题 他都可以这样回答 之前我还觉得 他有可能是个男的 当你解释之后 你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你说实话吧 他就是一个男的 老师学心理学的 老师都知道 我跟你说 今天要 要那个网友他不出来 咱俩只能分手 我不想心理有个子 这事对我来说太内容了 我都 我都 我都父母什么呢 你怎么 你怎么对得起到那样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当时父母不让我 跟YD在一块 我又觉得你心里 你 你心里能找我 但是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还要跟他聊 那你跟我在一会儿干什么 你两个都想要是吗 虽然信用坚持 与自己聊天的是一位男性朋友 可是小妍仍然认定 神秘网友身份叵测 那么 在小妍的强烈要求下 神秘网友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妍的告白吗 刚才编导说 有一个神秘人物打电话来到现场 他已经在第二现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的那位男闺蜜 你觉得有可能是那位男闺蜜 怕了吧 我不清楚 不清楚 那我们聊聊 来 把第二现场打开 他怎么是个女的啊 新哥好 他叫新哥 真恶心 我都没这么叫过你 他到底是谁啊 他就是我那个朋友 什么朋友 是你每次到晚聊的那个吗 我就是因为害怕你这种皮 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那你就骗我呀 请问一下人家是干嘛来 您是哪位妹妹 您好 我叫蒋真 我是新哥的网友 蒋真你为什么选择到我们这来 我今天来这 因为我 我跟新哥性格还爱好上都特别像 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结了婚吗 没有 如果新哥是个没有女朋友的男人 你会喜欢他吗 新哥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你别说了 你带着墨性干嘛 你站出来说好吗 你这样什么意思 在背地里不会被人祝福的 你不明白吗 小月你冷静一点 我真的 谁是你小月 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叫我这儿子 你冷静一点行吗 我冷静不了 你要是我 你也不会冷静的 我和新哥 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真的不信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是你让他来的 是我自己要来的 那你 你愿意来 现场吗 如果小颜可以冷静 我可以考虑来现场 那行 我先让他冷静一下 我们把第二现场先关了 你先冷静一下 我先 跟他聊聊 你干嘛有女朋友晚上 还跟别人聊呢 就是我觉得 他很懂我 他知道我心中的想法 我经常工作上 比较抑郁的时候 会跟他聊一些问题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啊 是吗 你今天第一次见面 感觉如何 这女生 娇滴滴的 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你真的很冲动 你知不知道 你冲 要是你呢 我半夜跟你男的聊天 聊的火火热热的 你说得了吗 我们聊的都是很正常的问题 你也看到了 那个摸摸很正常啊 你逗我了 当我傻了 是吗 天天摸摸 随着摸摸啊 你们 是不是干别的了 还有一个字 摸摸哒 不管事实是如何 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 你心爱的人躺在床上睡觉 你在这边偷偷摸摸 跟别人聊天 我不管你聊的是什么 只要是工作之外的 情绪上的交流 这就一定有问题 你说呢 你情绪平稳一点 要不然人家不愿意出来 听见没有 你去开 来 你站我这边 站好啊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 他若是光明正大 从那儿缓缓地走出来 你信他吗 还是不信 那他刚才不出来算了 他出来干嘛呢 那他就要站出来 我要看我们男朋友跟他的反应 如果他出来之后 他们没干过什么 但确实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情投意合 那我就要看他的意愿了 如果他喜欢那个女孩 觉得他的性格 或者各方面更适合他 那我就是祝福他们 是吧 你真的能做到吗 我能 再次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亲安见 比我苗条比我好看 是吧 能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吗 我没跟你说话 我跟他说话 关你什么事 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蒋真 年方几何 可以问吗 二十三岁 比我年轻多了 请问 你来到完美告白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因为今天没办法了 他女朋友要上电视了 所以你也想上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我有关系 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刚才您在那儿还戴墨镜 这会儿您把墨镜摘了 我不想再藏着掖着了 我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这个人 没有什么朋友 能够遇到新的对我来说 我特别感激他 他咬白了 听见了吗 您能尊重一下我吗 你这番话平时没跟星哥说过吗 我承认我对星哥是有几分好感性吗 其实你看 不是不是不是行了吧 有就有也没关系 男为婚女为嫁 有好感 但未必要付出于实际 我的意思是 我同意图老师说的 我觉得妹妹 你真的 在阴暗处处永远不会被祝福的 所以我今天出来了呀 你还叫怎样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 不要把默契有的罪名 加在我身上行吗 那你倒是问小七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欺骗我 觉得我好骗是吗 他不是怕你不让你骗 他所有让你骗你就跟着骗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你这么没自己主见吗 这样你来的目的是要澄清 那接下来你就先向他告白 然后他向我你告白完了之后 你无论信或不信 也请你把心里话跟他说 好 接下来就是你们三人的互相告白时间 小妍 你别叫我这 真的我妹妹我承担不起 行你相信我 可是我真的不信 你让我怎么信 你们骗了我多久 我背景离乡 我奶奶现在知道我心情不好 都在住院 就是我们一家 全都因为他而变成现在这样 他很苦 可是你要理解他呀 可是我压力也很苦 你不要给他那么多人压力 我压力很大了 你真的不知道 我们家陶决其实挺好的 他没车没房没百管 我跟他真的是裸婚 我觉得您可在比如说 第一次聊天 他跟我说说 他是个女的 我真的 我根本都不会生气 我更生气的是 我跟他之间这三年 快三年的感情 有这个问题 一开始就欺骗了我 我替我自己心里有点不值 但是我也不甘心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人付出的都是会想要回报的 如果他选择你 我什么都不说 我也为我的感情告一个断 我真的不是你想着这样的 我都心里就只是在网上聊天 聊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就算你很理解 但是我觉得妹妹 当你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挺挺没自信的 因为你第一 你比我年轻漂亮 第二 你身材又比我好 第三 你又有 我没有给她我的温柔 真的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这是真的 好了 都不要说 你说吧 你说吧 我觉得现在就差你一个解释 我觉得你解释 能把咱们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 都解释清楚 我跟蒋真 真的是精神朋友 只是聊天而已 我不管你信与不信 精神处也更可耻 这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我再说一次 我真的真的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宁可你说 我做这件事了 我吃了这个肉了 我就要把这块肉吃下去 你没有 你只在摸一摸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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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到这份上 我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 而且我在这个舞台 让今天之所以哭这么多次 没忍住 我就是觉得 可能还是对你是 有感情 但是我不知道你 你现在怎么告白 让我相信你 不会再犯 因为我 长期以来 我觉得我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去年 我送你生日礼物 我好心好意 准备那么多 你却推三阻四 你说我这个不如别人 那个不如别人 我心里当时真的很难受 其实不是 我之所以这样 我是不想让你过事 多花钱 我希望你事业成功 也是很正常 因为我不想让我 成为我父母的累赘 我希望他们开心地 把我交给你 我觉得男人他可能 多穷他不要紧 但是他一定要有事业心 一定要有责任心 他能把这个家的 责任的重担撑起来 我不喜欢老猜忌你 然后也不喜欢你 对我这种欺骗 真的 你这样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我父母交代 但是我怕他们看 但是我还是来了 证明我对你的感情 很深 所以 我反正我心里很乱 我理解你的感受 我觉得一直以来 你对我真的很好 我知道 但是有时候好过头了 真是 你可能用错了方法 你看我无形中 会有一种束缚 特别压力 特别大 这样以后 我只能跟别人聊天 所以如果这些话 早一点说的话 也许不会导致 今天的结果 你跟他还会联系吗 我绝对不联系了 以后所有的 除了工作上的人 我都会给他删了 你可以在我手机定位 我所有的经济大权交给你 我向你保证 我发誓以后 一定会对你好好的 请你原谅我 没有任何人能带替 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我还想以后 每天都给你做早餐 小言 你原谅我好吗 我真的不希望 因为这件事情 让父母伤心 他们一直希望 我们在一块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请你原谅我好吗 对不起 原谅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一定会改 我们要好好的 我当然你的事情 我都会做到 来 来来 上 过来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沟通的方式 所以以后在这方面 所以以后在这方面多注意 让他觉得他被需要 他被崇拜 男人是需要这种感觉 夜来的一样的事 夜来的女人 上次真的是很让男人无法自拔 如果自己不能够去抗拒的话 不如早睡早起身体好 我也送你们两人一人一句话 首先是女人 爱的多爱的少 不如爱的刚刚好 送给男人 压力大压力小 不能随便找人聊 好吧 幸会 谢谢老师